江慧还是没有熬过化疗 肺部移动肿瘤扩散归去 生日愿望曝光让人崩 肺玉清见江慧最后一面 撕心裂肺喊 我爱你 64岁的肺玉清 在去年就已经封卖了 离开舞台的时候 小哥肺玉清表示自己出道超过45年 其实太多的不舍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出来的 但终将是要走出这一步 离开自己心爱的舞台时 小哥肺玉清泪洒全场 6月17日传来了关于小哥的新消息 退出歌坛之后的他很享受当下的生活 据小哥的好友透露 他虽然是独自艺人却并不孤独 对自己的生活安排很丰富 可能大家会想象肺玉清退休之后 的生活模样 但好友透露一个重要的消息 那就是64岁的他早就决定终身不娶 而且希望自己将来葬在江会的墓旁 好友在媒体面前说到了费玉清的近况 形容他真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 大家在自己的人生后阶段都想着找到一个另一半来过日子 但费玉清则不希望那样子 那样子感觉太麻烦 他希望自己的感情生活之中保持着最纯的一种单身模式 除了音乐与唱歌之外 其他的东西他已经不在乎了 在问到小哥以前的二段感情时 好友表示这都已经成了一种过去式 而且当年他与日本演员安景千惠之间的感情破裂了之后 他就已经有了不会再去的打算 可能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费玉清对于感情观的看法就慢慢的变了 年轻时候的他与安景千惠走到了结婚的那一步 但因为女方家人要求男方选择在一国定居下来 这让一向传统的费玉清无法接受 这一段感情就此告吹 而关于小哥费玉清的第二段感情 对象就是金曲歌后江慧 江慧有多喜欢费玉清是大家都知道的 他也不止一次公开表达自己对小哥的爱意 但在小哥看来 自己和江慧之间的感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深入 换一句话来讲 费玉清与江慧之间还是没有达到修成夫妻的缘分 不过费玉清与江慧的交情不浅 而且当年他还亲自开车送女方回家 泡茶一起聊到天亮 如今费玉清已经退出歌坛 私人生活之中仍旧还是离不开江慧的影子 这时候的他们已经是成了知心朋友 据费玉清的好友透露 他早就已经交代好了江慧的后辈们 希望自己将来的墓有人打扫 而且会选择葬在江慧的墓旁边 说实话 费玉清这一种人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但他的选择应该得到大家的尊重 希望小哥费玉清越来越好 晚年生活幸福安康 请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